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国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但是我现在觉得为什么就等这个夜谭来 我们都不懂经济 可是就前一阵 这个股市太值得聊了 好多人都说你们怎么强强不聊聊这股市 应该聊两级 可是我跟你说我对股市的无知 我再想想 我说这事我都无知到什么程度 什么叫一级市场二级市场 我也不知道 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什么叫蓝筹股和 蓝筹股我大概知道 创业板 创业板是那些科技的小企业 蓝筹股是大的银行是吧 到底中国股市现在什么情况 现在股市就我们现在在做节目的时候 它还在拯救的过程当中 因为那个股市啊 其实也就如果你是从去年开始做这个股市 那你的收益起码是到今年6月19号之前抛出 你的收益起码是百分百以上 如果你是这个6月19号之后买进 到现在为止 估计你的亏损起码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我当时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们亏了钱的人什么哀红遍野啊 但是是不是这个亏的比不上他们前一阵涨的时候 他们赚的 但问题是两拨人啊 所以会 几家欢乐几家 对 那赚了就先好了吗 怎么是两拨人 怎么是两拨人 能归纳一下吗 大概前面是什么一拨人 后面是一拨人 就是这样子的 一般来说呢 有一批他如果就二级市场就是说 我买卖股票 我已经上市了 然后咱们买卖股票 我的 我到这个交易所 我通过这个互联网的系统去抛 然后有一个后面有人吃尽了 有人买了 这个买的人我不知道是谁 有可能呢 像有一批人 他是 这部分人蛮少的 他是跑在顶上的 比如说我的这个股票啊 是二十几块钱 然后他可以涨到八十块钱 疯狂的时候 他市盈率将近一千倍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按照他的盈利 一千年你才能翻回本来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然后你你到了这个上百块 几百块的时候你抛出 那你不是就赚了吗 就是底部进去高步抛出 这个是有这么一批人 这批人不多 少的 那么大多数人是怎么样的 大多数人看到 有张三赚钱了 我看你文涛赚钱 我就心里你又不比我聪明了 为什么你能赚钱 我不能赚一开始可以承受的 比如说你赚了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嘛 无所谓 我可以接受 你又赚了 过两天你又跟我说了 我赚了百分之三十 这时候我就心里 痛苦就会增加嘛 如果你跟我说 我很不经意的时候 我在郊区靠着这个股票 已经买了两套房子了 这时候肯定会骂你啊 大多数人会熬不住 他等到这个财富效应 很明显的时候他进入股市了 进入股市了之后 然后等到大部分人一进入 股市就开始下跌 而且这一次的下跌是直线下跌 就你没有任何逃跑的机会 即使是好的股 就是你看起来非常好 质量很好 千股跌停啊 是吧 但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 千股跌停板啊 过不了一两天 一千个股票要复牌 对就是说跌的 他们就纷纷申请要停牌 但是停牌是不是要有理由的 嗯 没错 然后等于说 昨天刚编了一堆理由 说我们要停牌 但是今天呢 又编 又要去想一个理由 说我们要复牌 这为什么变得这么快呢 就是说 我 他背后的东西 这个理由特别有意思啊 比如说我是上市公司的老总 那么我这个我想停牌 他必须要经过程序 要交一所批准 然后这时候我得找一个像无像样理由 我就会说 但有时候实在找不到了 他就说 我们以前发了一个公告 我们觉得是重要的事情 结果现在发现 不知道是不是重要 我得停一停 想一想这个事 是不是很重要啊 然后还有的这个理由是说 哎 我们这个找我们CEO 或者找我们高管 特重要的高管 突然失踪了 电话也找不到 那我们得停牌吧 对不对 这是用一些技术性的理由 来走这个程序的 这个环节 目的是避过目前的 这个一路往下插水的 这个形式 我有这么一个说法 我不知道对不对 就是说中国的股市的散户 占的比例比一般其他国家的要高 有没有这个情况 对 确实是的 就是散户 就是小老百姓的这种多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他 你刚才讲的两拨人 就前一拨是升一百的 后一拨是跌五十的 那么这些散户在这个里边 有没有什么规律性的 还是完全偶然的 还是前面的是大恶多 后面是散户多 还是倒过来 还是怎么样 有 其实您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的市场 就是刚才那个说停牌的事情 就说了一半 为什么他要找各种各样 我们看着特别可笑的理由 他非得停牌不可能 因为有很多公司 其实他的股票是质押的 什么叫质押的 就是他 那我是上市公司 然后我需要现金 然后我上市融了一笔钱之后 还不够啊 然后他就用股票去质押 然后有时候是来来回回的质押 然后到这个金融机构 到银行去套钱出来 那么这个叫做这个质押的贷款 但是质押又是有质押比率的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这一百块钱 有可能你银行这个 只能贷给我70块钱 因为银行也要有一个风险的考虑 对不对啊 但是呢 我本来是一百块钱的 我是股票 股价高的时候 我质押给银行的 结果现在一跌 变成只有50了 跌到50了 那这个风险不是 银行肯定不干啊 那你得补充一点保证金 或者补充一点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你的抵押物得折算才行啊 要不然银行就亏大了 所以这个时候 他这个时候 这个他就刷下了 因为我们的公司 很多有一些公司 他的现金是不够 表面上盈利特火 特别 你看着特别好 所有数据都好 你让他拿钱 英文钱难倒英雄汉 他拿不出来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停了再说吧 停了就相当冻结掉了 银行也别说了 市场也别说了 投资者也别说 我先冻了再说 那怎么在第二天就要复牌呢 又得编编编编 编下话要复牌呢 第二天涨停了 第二天人家的公司全都涨停了 我看看形势又好转了 所以我我我得复牌 我得赶紧趁着这波涨的机会 我也得涨一涨 所以我最近看到一些经济评论啊 看着我就似懂非懂 大意就是说啊 就说中国的这个股市啊 这么涨的话 它是不是个公平的游戏 或者说是这玩意儿 牵制股票同时就停了 或者牵制股票 涨停板了 然后呢 国家又出来 就是 你看我为什么 我说我是完全不懂啊 我又觉得 如果是国家就是的话 那是不是说反正跌不了 你们大跌了有国家呢 是吧 国家队就进场了 你们对党有信心啊 对啊 那么你这个股市又变得 还是赌场啊 还是什么不是赌场啊 就是 这个比 比赌场 有时候比赌场更差 差的股市 比好的赌场 公平的赌场更差 我得这么说啊 就是 其实我刚才为什么说 这个 徐老师问的那个问题挺关键的 就是 谁到底是那么多散户 我们说80%是散户 80%是散户 那么到底谁赚了钱了 是真的是 7、8%是散户 是的 那么到底是谁赚了钱了啊 这个就很重要 就是到底有没有看底盘 我们知道 就是赌场的话 公平的赌场都是不允许出老签的 对不对 那么出老签犯了大规矩了 这个得受这个刑法处理的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市场的话 你不能说什么 但是问题是 你发现赚钱的确实是 有一批人是赚钱的 有一批人赚钱 你觉得很公平 因为他们在股市摸爬滚打 二十几年 然后呢 这个市场的嗅觉特别好 敏感度特别好 他确实是专家 他一闻味道不对了 他就逃了 对不对 有这样的人了 就是技术特别好的人 有一波的 那还有的就是说 你会发现 今年上半年 你这个 你会发现 哎 汇金走了 这种大公司走了 或者是 这个 我是上市公司的高管 还有比我更加了解 这家公司的吗 没有 然后公司的高管也走了 然后他们就开始套现 然后这个 整个的套现 可以到四千多亿 你就觉得 所以他们是真金白银的 这个很低很低 甚至是零成本进去 然后大笔的钱出来了 大企业 哎呦 这个是真 国有企业 这个是真的 不光是国有 这个创业版 一般都是民企 民企同样也是如此 所以面对钱的情况下 人性都是一样 我要说到人性 你面对大笔的钱 比如说我明明知道 我这家 我是一家互联网公司 我并没有赚钱 如果假设 很多互联网公司 不是教育也好 什么也好 赚钱很难的 都在烧钱 但是市场的 给我的估值是 五百倍的适应率 我比如说 我的原始资 我的原始 这个当时出的钱 有可能是 一块钱一股 净资产 结果现在估值 给我估到一百块钱 或者是更高 那我就 当然 时间到了 对 你们也会说赶紧跑 对不对 而且我又很了解 这家企业 所以他有一个信息优势 我觉得这是天生的 他就是信息优势 那么还有一种东西 就是说 在中国股市里边 你会发现 是特有的 比如说有的国家 对于他信息比较灵通 然后你会发现 这个在中国 他审批环节多 审批环节多是好事情 但是他如果有一个 这个 比如说 我要 我要并购了 前段时间并购很火 一并购就翻倍啊 股价 那么他要审批 国资委什么一圈审批下来 然后链条上人都知道了 结果这个股价就开始上升了 那还有啊 你比如说 所以他们为什么说 圈里的人好赚钱 你比如说 我们弄一个 今天如果我是上次 或者你是上次公司老板 你说文桃 你这个公司怎么样 你很不经意的 你说 不错啊 我们最近还有一点 说不定还要去 并购某某公司呢 那我就买进啊 所以为什么说 中国是人情社会呢 你就无往不在其中 我听下来就是 这个一百的赚 五十的赔 它中间其实是 有一定的规律性的 第一个规律性 就是说你说经验 有经验的 会比较在这个一百里赚 没经验 跟上去的那些大妈大婶 是在后面赔 对 第二个是 有信息的 是比较容易赚 对 那些没信息 跟在后面 看到别人发财 眼红跟进去的 就亏了 第三更关键的 那个信息 是跟权力有关系的 对不对 跟宣承有关 跟你说 你这个审批过程 这个就不是 单单是信息的问题 对不对 是他们 但他们进水楼台 先得月 所以他们得到了 上去了 然后后面 这些我都理解 但是为什么上了一百 突然往下 有什么原因 使得他逆转下来 出现这么大的转折呢 做空 做空 恶意做空 到底是不是 到了文涛很厉害 我懂 对 矛盾子爷里看来的 空头 空头 不都进场了 对 他们 是不是这个原因 但也有些人说 不是这个原因 是有人恶意做空吗 有人做空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么区分 是恶意善意 在市场里边 所有人都想赚钱 想尽方法 想赚钱 所以我不知道 什么善意是恶意的 一百块钱在你这 你听到一个信息 赚的钱 或者是你买空头 你赚的这一百块钱 还是说你买的现货 做多了赚一百块钱 我觉得本质上 没有区别 本质上哪有什么区别 一百块钱 就是一百块钱 哪有什么区别 关键问题是 有没有操纵 这个很重要 这个做空犯罪 做空不犯罪 操纵犯罪 操纵犯罪 那用你的规则 来操纵犯罪吗 这个用 你比如说索罗斯 对 当年他干的有些事 我就知道说 英国就是这样 英国就是认亏 你钻我的这个空子 只要没有违反 我的这个规则 对吧 我中国现在吸取教训 在修补这些漏洞 对 是吧 有些已经被人家 钻了控制了 但目前正在修补 所以你怎么说呢 就是说索罗斯 这个他的 这个他幸亏是在 他在美国 对不对 然后从修补 一到美国去了 他幸亏在美国 那么像英国 这样的国家 我说句 人家又要说 我卖国了 我说句话 就是像他这样 市场规则 非常完善 然后契约精神 如此之强的国家 难得的 真的是比较难找到 他是两百年前的 这个债券 他还承认的 我认可 我到时候再找到你 然后我这个再给你 对不对 甚至找到后人 然后再支付 再支付他的收益 这样的国家 是绝无仅有的 你如果是 我们这个像 我这个不举例子的 要不然说反的话呢 你说这个 否则的话 你赚几赚 你比如说 这个像革命一来 朝代一换 或者是政府一更替 说不定很多国家 自然而然的就 债券到哪去都不知道了 你怎么可能呢 那像我们国家就更加了 你说最近有人在闹 就是买基金的 人家说买基金 不是挺保险 你为什么还要闹呢 他买的是基金 分级B的基金 有的分级基金 是分成AB的 A呢 就是这个比较保险 但是收益比较低 有可能只有6%啊 8% 但是B呢 收益相对来说高一点 风险很高 如果我是这个股票的 分级性基金 股票一跌 先亏损 先由B级承担 然后呢 如果是有问题的话 逐渐逐渐的 向A级那边去推演 所以呢 它有一个下折机制的 这个咱们也不说 挺复杂的 反正总而言之 这个B的人就亏大了 就是一个 就我们把A当作一个大哥 B当作一个小弟弟 这个小弟弟很激进 他就想赚大钱 他本来可以赚的多 结果亏的多 结果这一次亏大 亏大怎么办呢 然后他总归有 然后他就去 就就去找基金 或者找监管部门 或者去找交易所 说你看看 我现在都是你们不好 你们让我亏那么多 我要找你们 所以这是中国的 真的是 就你没有办法 这个就是现实 那天我看一新闻 就说中国这个大妈 现在中国的很多 上海 你们就很多老人 是带着救星丸进去的 然后那天说 东志门那证券所 有一大妈 就哗呀 好像狂跌的时候 这个记者赶快拍 然后这大妈 就骂这记者 都是你 又是你给拍绿了 刚才还在涨呢 你一拍就掉下来 对没错 强强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看着这些人 就是几十亿上百亿的挣钱 我这是心里 就是羡慕嫉妒恨的 然后最近听到赵薇 亏掉几十亿 是不是爽没他糊涂 爽没他糊涂 对对对 这个人挣钱 我觉得知道人就是 人就是这样子 看你人挣钱 这是我完全能理解 仇富心理 真的 就是恨呢 我就心里就是 因为我就是 我老想 我挣这么些钱 我就结束奋斗了 这辈子真的 那现在哥哥就在 太平洋小岛上了 你说恨死我了 国家不能让他们 这么挣钱 对对 所以 就是说 永远有人遭人恨 你永远有恨的对象 我就觉得是 像刚才说的 其实我们说到 做空的事情 是不是恶意的 对不对 其实我得回过头来 再说一句 就是说 因为最近争论蛮厉害的 就是很多很多人在争论 要不要救啊 到底这个救的对不对啊 公安要不要进场啊 这种东西 真的蛮厉害的 我是觉得说 到了你快要崩溃的 的时候得救 这个咱们是实话实说 像美国这样啊 次贷危机了 对不对 都影响到金融机构了 那不美联储还得放钱吗 然后中国央行也是这样子 你证监会也是这样 但是至于说 是不是恶意做空 有时候啊 当市场啊 你规则的漏洞 在那儿的时候 我就觉得 首先是主漏洞 你比如说啊 咱们三人说好了 我们 我们都有钱 假设吧 一人有个 一百亿 对不对 就可以操纵几个 几个股票 甚至操纵一个板块了 听听也爽啊 听了很爽 对吧 不要恨人了 我们先这个想象一把 那这个时候 你会觉得说 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看着股价 已经很高了 如果说 我们这时候有钱 我们看着股价 已经很高了 已经赚了很多钱了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他不会像你这么想 他除了卖出去之外 他还会想 我反手做空 我有可能赚的更多 怎么叫反手做空 这事我知道 我不知道什么 反手做空了 我就是说 所有的道理 我们都明白 就是说 低的时候买进 高的时候卖出 他说现在很高了 我们现在都很有钱了 那种时候不卖出吗 对 卖出了 然后咱们钱就更多了 对不对 我们再高兴一把 人钱就更多了 更多的时候 这时候怎么办呢 你会做几样事情 或者去收购小公司 有用的公司啊 人才啊 技术这种 对不对 这是一条路 叫并购重组 还有一条路呢 就是说 咱们可以联手 你看 现在市场那么高了 不行 这个市场肯定有风险 对 我们把它搞下来 对 而且政策也出来了 比如说政策开始去杠杆了 所谓去杠杆 就是厂外的配置公司 那些人去借钱炒股的 开始清理了 对啊 开始清理了 我们一看 有机可乘 这样子吧 我们手上 低价位的 先砸下来 然后低价位拿股票 然后同时去做空期货 所谓做空期货 就是你现在期货 我们假设 以前我们的股指是 已经到了5000点了 然后从5000点 我砸下来 我最低的时候 我砸到3500点 我现在就说 为什么公安要介入啊 甚至有些时候 就媒体 通过媒体 放这种不利的这种信息 比如说那时候 长沙跳楼的 都是说 这个因为这个炒股啊 因为这个融资 就是配资 怎么着 最后这个给强制 叫平仓了 然后就 其实他根本不是 因为这个原因跳楼的 但是就说 你别有用心 散布这种消息 股民就心里就崩溃了 就一下干净 这就空了嘛 是吧 而且他 他就是 他只要开始做空 你会发现 他是一个循环式的 就是大部分人是羊群 我们得承认这一点 真的是羊群 真是 就是你要 我疯狂的时候 到什么地步 我们到我在上海的弄堂里 暴亭啊 他边上居然 竖着块小排排 我一看这么一个小暴亭 竖什么排排 我一看 你需要融资吗 这样子 哎呦 是真的 你 你就是他 一个暴亭 他都可以 成为一个金融管道 然后替人家去撮合去了 这个就很可怕 对吧 然后他 夏严院的老妈妈 对啊 你知道什么叫融资配资吗 徐老师 就借钱呗 对不对 哎 但是这里边 这这这事可多了 我那天听见这个 我觉得 很少的本钱借很多钱 很大的风险 关键是因为你想多挣钱 但是你的本不够 对 于是呢 别人给你 但是别人给你是有条件的 就是如果跌到一个程度 你都不够还人家钱的时候 人家就可以强制的 给你 对 叫平仓吧 是吧 强制平仓 就是你一分钱都没有了 你的股票也没了 那家伙 这叫不说 一跌下来 这真是哀鸿遍野 那你觉得政府目前这些哈 起效果吗 呃 政府出了哪些招 央行 嗯 把钱砸进去 公安抓恶意的 呃 做空 还有很多板跌停 不让他再做 还有什么 国企不能持减 对 那这几招 目前管用吗 呃 从现在来看的话 基本上还是管管用的 就这个已经是 羊妈都出面了 这已经是终极招数了 金融时报 金融时报说 第一个 这是全球都罕见的 这样一个政府的干预 嗯 假如这个还不管用 后面还有什么招吗 后面就停止市场交易 啊 不是 这是最后的斗争 现在就 现在不都涨了吗 算救起来了吗 今天又跌了 而且是大跌 今天咱们录像是15号 15号啊 呃 今天是15号 对不对 因为后天 这两天大概是 就是最后关头的 多空头的剧烈的博弈 所以你 你们大概是不是太感兴趣 当你在看这个市场的时候 像我们都是看了 就一头冷汗 前两天是这个 先是 它是我空头 我现在手上还有这些 你把那个 你把现货 你比如说你把股价拉上去了 二级市场拉上去 拉上去 我持货的成本就上升了 然后我这卖空这一块 你又把我的路赌上了 那我都到最后 17号我就要交割了 也就是说 17号是有一个合约的交割日 非常重要的合约的交割日 如果17号我还交割不了 那我就必须要 这个真金白银的付给对方 付给交易对手 我的亏损就坐实了 而期货人家 一天就是几千万上亿的 我们中国出的大事情 国债期货 像管金生他们进监狱 然后是什么刘汉他们 第一桶金 然后都是什么原保警他们 什么被枪毙之类的 这些人都是 都是你死我活的 全是在期货 像一个人生病 现在的药已经是用到最重了 对 再不行的话 就等于是 就像你说 就要就要把这个 但17号会怎么样 17号它就是期货交割 就1507合约就到期了 如果说到时候 我现在这两天 我还翻不回本 或者是我的成本不能降低 这个时候 我到时候就爆仓了 我到时候亏损 有可能非常 我手上所有的空单 全部都亏掉 哎呦 接着为您播出 健康新概念 股市这两天 已经在跌 他们空 我觉得这两天 做空的人 还会最后的增长